文章来源,西坡原创 距今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巨变发生不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总结这些国家的失败原因时说 在一些国家,有些制度遭遇了失败 但这种失败本身要归因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个体的危机 因为最终,如果所有这些制度都饱受经济萧条的折磨 而政治的混乱只是这种萧条的后果 这是因为不再有人愿意做任何事情 由此导致了没有什么能够生产出来,贫困无处不在 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后果,双重市场,非法交易,地下交易,谎言,盗窃,掠夺 每当人们不再鼓励个体,不再承认个体的贡献 例如,以恰当的价钱支付他的劳动 个体就会放弃他的努力,变得装模作样,或者做得似模式样 这就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装置停止运行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人类个体具有创造的力量 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由个体创造出来的 凡是证实这一点,尊重这一点的社会,都可以品尝繁荣荣的果实 凡是否定这一点,抹杀这一点的社会,都将承受萧条的恶果 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一个社会可以从繁荣走向萧条 假如他在繁荣的时候,误以为粮食是米缸里长出来的 一个社会也可以从萧条恢复繁荣 唯有当他幡然醒悟,承认唯有个体可以创造价值 地球离开谁都能赚,人类文明离开谁都会继续前行 但一个群体离开主航道太久 人类智慧创造出的先进事物,就会变得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 有人负责发明创造,有人负责一惊一诈 有人负责离猫换太子,各有各的快乐 但快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 人到中年,眼见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 已经放弃用自己的心智去理解世界 满足于传播那些道听途说的二手消息 用流行的话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 还没有在口水滩里彻底麻醉的心灵 理应惊醒,理应恐惧,理应奋起 这几年,我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日常生活之美 这是我的新大陆,在公共空间消亡之后的拖住了我的心和脑 使我不至于堕入虚无和油腻 但我更知道,假如无法望见和理解头顶的星空 人心中的道德律便会趋于紊乱,人就会内耗、护耗 在历史中行进的个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当我曾经熟悉的媒介和话语消失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时代去了哪里,我如何把捉它 我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人类个体的真情实感在哪里 时代变在哪里 真情实感的强度、深度和厚度 决定了时代的强度、深度和厚度 斯维格曾经写道,在一个民族内部 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才能产生一个天才 同样,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畏的流逝 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 假如说,一个社会在一段时间里 没有孕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感形式 那么这段时间便会从所有人的生命中蒸发掉 回顾历史,时代总是断裂的、离散的 只是不堪忍受真实的历史学家 强行书写出连贯均匀的故事 与三十年前相比 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是虚拟技术的突飞猛进 这是一项挑战 也可以是一道福音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设想 技术只要再往前走几步 人类便可以过上完全沉浸的彼岸生活 在同一座公园漫步的人 穿戴着可以双向传输系号的设备 可能有人正与大洋彼岸的科学家同心和写文章 有人正在火星上指挥机器人盖房子 当然也仍会有人乐此不疲的论证 这人清高傲慢看不起我 沉迷于伪问题的人群或许永远不会被说服 但会被时间无情地淘汰 从前对于那些认知能力极差 而自我意识爆棚的杠精 我还有一丝丝的说教情节 现在全是丝滑顺畅的拉黑动作 而曹深与明俱灭 Who care 所有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 物理世界的束缚一步步解除之后 精神将更加彻底地走向自我实现之路 科技的发展 奇迹般地导向了人类神话般的过去 人工智能从简略的文本生成美轮美奂视频的能力 让我想起约翰福音著名的开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hath been made 章1 1-3 ASV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 1 1-4 和和本 God不仅是借着语言创世的 他说 要有光 于是有了光 而且 The word 是最初存在的 The word 就是God 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困扰我们数千年的问题 或许永远不会被解决 但可以被诡异而奇妙地绕过 重要的是 当人类又一次开启大航海征程的时候 我们待在哪里 我们关心什么 我们可以为踏上新大陆的新人类做什么 人类社会未来的繁荣与萧条 或许只会在个体层面发生 也就是说 不管肉身在何处 一个人都可能悄无声息地繁盛或者腐烂 杂志监 你还不忍耐